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去年8月份 芝加哥一家健身房 因几位新冠患者摘掉口罩 参加课程 导致55人被感染 此次的聚集 疫情爆发 最终判定与几组高强度 间接训练有关 大多数上课的人都没有戴口罩 对此CDC建议大家 不要仅仅靠保持社交距离 或筛检症状来防止疫情爆发 戴口罩仍是关键 报道指 该课程共有81人参加 虽然健身房拆去了防疫措施 包括仅允许25%的客容量 每人间隔6英尺 进入时还进行了体温和症状筛查 但却在上课期间 允许学员暂时摘掉口罩 随后22人在同一天出现了感染症状 包括发烧 咳嗽 头痛 受觉和味觉丧失 有两名患者因此进入了急诊室 还有人住院8天才出院 CDC强调大家在健身房 与其他人接触时戴口罩的必要性 如果出现症状请务必在家中隔离 不要再等待结果时与他人接触 将他人暴露于危险之中 此前有研究发现高强度活动 比较容易传播新冠病毒 因为大量的运动和沉重的呼吸 会更加容易在狭小的运动空间中 喷出并吸入病毒颗粒 加州卫生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根据加州青少年体育运动最新动态 调证后每日新增病例达到 每10万人14以下的县将获准 从本周五起开放户外运动 目前南加州的几个县军 低于这个数值 包括洛杉矶12.3 城县11.9 圣路易斯奥比斯波95.4 没有达到标准的是文图拉县16.9 圣贝纳迪诺县15.2 河滨县16.9 圣塔巴巴拉县16.9 根据报告 已经达到开放标准的县 将由学校地区和县来决定 允许哪种活动 就近山市教育委员会 今天批准了与第一区教师工会 就如何进行现场教学达成的协定 预计返回的第一批学生是 pre-k到二年级的学生 以及参级小学生 该学区批准的关键协定是 当城市在红色层级时 教师必须接种疫苗 目前旧金山处于紫色层级 但可能在未来几周内 转为红色层级 如果城市达到橙色的层级 教师无论是否接种疫苗 都将可以返回到现场教学 此外还制定了关于监测 可能患有新冠肺炎的学生和教职员工 以及彻底清洁教室和学校的协定 学区的一项提案预计 大多数学生每个上学日 都会在学校上课5个小时 然而对于需求较高的学生 学生只能接受完整两天的现场学习 Costco的首席执行官 杰利内克计划从下周开始 将员工的底薪提高到 每小时16美元 Costco已经在2019年底 将底薪提高到每小时15元 杰利内克在大型零售和快餐雇主 关于薪酬的听证会上 告诉参业院预算委员会 而小时工中一半以上的实薪 都超过25美元 克雷格说这不是利他主义 他认为涨工资 对于他们的业务来说是有意义的 从昌院来看 这可以减少员工流失 以及最大限度地提高员工生产力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藏即将播出的 话语点试 万情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